哈囉大家好,我是Kiwi 今天跟我弟一起來開箱 數碼寶貝大冒險玩偶服系列 先來看一下盒子 外面總共有八個被選擇的孩子 個人最喜歡的是亞古獸 你咧? 我的話... 我比較喜歡加普獸 加普獸,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一個小遊戲 誰先抽到自己的許願款的話 誰就獲勝 輸的人就要起吃飯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盒子的造型 正面是亞古獸 就是它所有的款式 總共有八款,然後再加一個隱藏款 隱藏款的話是暗黑亞古獸 那這一綜合的話 就是如果有正常版的亞古獸的話 就不會有隱藏版 那就算有隱藏版的話 也不會把其他款剃掉 所以它其實就只有正常版的太一 然後跟隱藏版的太一兩個互換而已 就是它的背面 就是它的側面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 你先選四盒 我先選四盒是嗎? 先給你選 我們現在已經先選好四盒了 那就先 你的許願款是什麼 再講一次 我的許願款是 加布獸 好,那我的許願款就是 泰伊亞古獸 那我們就先來開第一盒 好,我們現在來開第一支 那先說一下這一款是沒有卡片的 好 是阿武 巴嘎獸 現在還有一個底座 它底座的造型的話是神聖計畫 我們現在來組裝一下 好,現在組裝完畢了 這是我們的阿武 但是呢這一支呢 欸,有點關起來了 它不小心就有點禿頭了齁 來看一下細節 好,換我 光子狼假叢獸 好,假叢獸看一下 其實我已經忘記假叢獸 它是有什麼作用 它是補師嗎? 它沒有補師 那它是幹嘛的? 我想不起來了 光子狼它是電腦很強的方面 所以它就是用了很多 然後合輯跟蜘蛛去帶領他們 闖獸 好,下一格 來,換我 來,哇 竟然是 太伊哈妹 佳兒 看一下佳兒的細節 佳兒是第八個被選召的孩子 下一格 漂亮喔 好,我看到了 牙骨獸 嘿嘿 我贏了 有人要騎吃飯了 其實開到原色的 比開到暗黑牙骨獸還要好看 我覺得 這個才是最經典的素毛寶貝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那個 加布獸會被誰開到 好,換你 阿魯獸 是美美 接下來開到我是美美 美美跟誰不是CP嗎? 沒有,完全沒有 沒有 沒有 我怎麼記得他跟誰是好像有要在一起又沒在一起 那個素納跟太伊 好,對不起,搞錯人了 看一下 好,接下來我看到的是素納 但是這隻素納呢 有點可惜是因為它後腦勺的邊 其實 不知道拍不拍得清楚 這邊其實有點 嚇吃 在這個地方 不過其實它整體的造型其實都是還蠻可愛的 當初一看到就是粉紅色的 好,最後一隻 不對,倒數第二隻 幹,有夠衰的 割馬獸 好,接下來我們開了 就是割馬獸 其實我拿到的這一中和 其實都有一一點點很微小的小關瑕 但整體上應該是不影響收藏啦 所以還好 好,那我們最後一隻就是我們的 夾不瘦 好,我們最後一隻開到的是 夾不瘦 其實它的那個 上面那個獨角獸的那個 尖角的細節 其實那個 柯文的紋路其實都有做出來 其實還算不錯啦 雖然就是 有一些地方還是有一點點的小瑕疵 但是整體上都還是可以接受的 好,今天素毛寶貝大冒險一中和開箱就到這邊 那今天也很感謝我弟跟我一起開箱 哈囉 請記得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那有什麼話的話 就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我都會回覆喔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喔 掰掰 記得分享喔,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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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